女人大多数都是感性动物 都希望和渴望能够得到男人的呵护 没有一个女人愿意当女强人 如果可以的话 她们都希望在一个男人的背后当一个小女人 女强人也只是因为没有遇到那个能够增幅他们的男人罢了 女人既然是感性的 那就非常容易被感动 那么男人做什么事情才容易让女人感动呢 其实并不需要做什么特别大的事情 往往一些细微的小事却很容易感动女人 当你把一个女人感动到极致的时候 她就会死心踏地一心一意地跟着你 什么样的小事容易感动女生呢 下面我们就说一些小事让你们参考一下 和女人一起逛街或者在马路上行走的时候 一定要让女人靠路边那一侧行走 自己在最外侧 因为马路上车辆很多 这样很容易保护女人 也很容易感动女人 在过马路的时候 千万不要一个人在前面走 一个人在后面走 男生一定要拉着女生的手 带着他一起过马路 这样就很容易满足女人的虚荣心和安全感 因为现在的人都喜欢在马路上玩手机 而不去看红绿灯 你拉着他就会让他感到十分的安全 当女人和你的朋友在一起的时候 你一定要给逐他的面子 哪怕他的言语有一些过激 这个时候男人一定要宠着他顺着他 最好当做若无其事的样子 和女生一起出去吃饭的时候 一定要主动为女生拉板凳 并且主动为他处理餐具 上菜单的时候一定要让女生先点菜 一定要咨询他喜欢吃什么 看到女生的发型被风吹乱的时候 男生也一定要去非常温柔的帮他捋顺头发 尽管这只是一个动作 但很容易感动女生 女生来立嫁的时候 男人千万不要说多喝开水 更不能光说不做 一定要默默的为他送上一杯红糖水 你说再多的话 也不如那一个小小的行为 一定要非常强势的跟他说 不要吃任何凉的东西 这样对他不好 女生难过的时候 男人一定要默默的倾听 并在适当的时候 为他送上温暖而有力的肩膀 女生在非常脆弱的时候 男生就要表现出非常强势的样子 让他感觉你非常的安全 女生在难过的时候 你一定要及时的在他身边陪伴他 而不是让他难过的时候 却找不到你看不见你的人影 和朋友一起吃饭的时候 一定要主动的为女生家他喜欢吃的菜 女朋友一起出去坐车的时候 一定要主动的为他开关车门 即使两个人在一起坐公交车的时候 一定要把他护在自己的前面 不要让任何人去触碰他 男人在工作的时候 一定要认真工作 每个女人都喜欢自己的男人 有一个稳定的工作 你认真工作的样子也非常帅气 他在身边的时候 一定要对他说 有我在 你一定会永远的陪伴在他身边 一定要亲手做一些好吃的给他 即使自己的生日记不住 也一定要记住他的生日 并在那天给足他惊喜和感动 晚上出门的时候 男生一定要戴一件外套 因为天气容易变凉 这时候把衣服披在女生的身上 也非常容易感动女生 主动的分翻一些家务 不要什么家务事都到女生去干 男生在干家务的时候也是非常帅气的 当你做这些虽然感到微不足道的事情 但非常容易感动女生的 你们的感情一定会得到升华